从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就在思考 美好人生是有什么构成的 美好人生是态度、个人想法问题 或是成就人生的种种目标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月步课 我是水风刀 今天是我们月说书第40集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书就是 生活的艺术 副标题是52个 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 之前我有在一集说出提到思考的艺术 主要是在说人的思考妙误 大家可以先点右上方的资讯卡先去看 同为作者做的系列作有 思考的艺术 还有行为的艺术 想人生提问的艺术 接下来就是 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简单说 你可以把此书当作是一本工具箱 拥有52个工具的心理工具箱 而这套思考方式也可以称作为 人生作业系统 有了这些工具 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上克服某些人生大大小小的困难 提高创造一个美好人生的可能 以下两个主题分享 能力圈 为何你需要知道自己的精良 第一个误解 跨出自己的能力圈 为什么我们该要待在能力圈里呢 巴菲特人生作名是 了解自己的能力圈 待在里面 这个圈圈到底有多大 其实无关紧要 知道圈圈的边缘究竟在哪里 则非常重要 在风险智能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叫JP的双路棋职业骑士 JP他会刻意犯错 藉着观察他的对手 懂不懂的利用机会 如果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奇异 他就不玩了 就这样 他从来不会多花冤望钱 换句话说 JP懂得许多棋手不懂的是 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应该再玩 他晓得那些对手会把他逼出自己的能力圈 于是他便开始闪避 简单举个例子 泰勒威廉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 急球的科学 泰勒是史上唯一单计打击率破适成的 他将打击区划分为77个棒球那么大的格子 他等待投手把球投进有4成打击以上的甜蜜点 他才会挥棒 如果在较低点挥棒打击率会降到3乘5 这个故事同样可以告诉我们能力圈的重要 甜蜜点的区块就好像我们能力圈内 当投手也就是机会或是邀约来临时 看清楚球是否落入自己的能力圈内才挥棒 即使有可能因此遭到山震 但因为挥棒去打最差格子的球 会大大降低打击率 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球进入我们的甜蜜点 当朋友在旁边呐喊 这么好的机会机球啊 不要理他 这只是诱惑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的能力圈 彻底的聚焦在自己的能力圈上 可以带给你更多的收获 而且通常你还能够节省时间 因为你不必每次都重新决定 透过一个准确测定的能力圈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 自己能力圈外的请求都可以拒绝 第二项误解 扩大自己的能力圈 特别是在你已既有的能力圈取得成功 然后智德亦满的时候 这项又会更加强烈 请你不要这么做 能力具有领域特殊性 西洋高手并不会自动成为商场顶尖谋略家 杰出心脏外科医师不会自动成为优秀的医院院长 那我们该如何创造一个能力圈呢? 美国名设计师代比米尔曼遵循了一项原则 请你要考虑到所有富有价值的事物 都需要投注许多时间方能获得 那为何能力圈是如此重要的概念呢? 简单来说 一位大师级的城市设计师 并不仅仅是优于一位良好城市设计师的 2倍、3倍或是10倍 大师级的城市设计师在解决问题时 仅需要一位良好城市设计师所需时间的千分之一 不管你是商人、医师、学者、律师、设计师等 能力圈的内、外、关乎的是千倍之差 待在能力圈内 你可以多多少少不受到错觉或是思考错误的侵犯 甚至可以冒险打破常规 因为你具备对此所需的远见 能够评估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没有意识到有些知识超出你的能力边界才是真正的风险 再来谈第二个主题 军备竞赛为何你该避免上战场 大家小时候都应该有听过 爱丽丝梦游先进这本超级无敌畅销的通话故事书吧 有 书中的爱丽丝拼命的奔跑 却始终无法离开起点 红星皇后对爱丽丝说 他的意思是你看 你已经尽了全力奔跑 却仍然停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想要去别的地方 必须跑得比现在快两倍 这被大家称作为红星皇后效应 也同样的可以阐述军备竞赛这件事情 军备竞赛原本是源自于军事方面 由于别人都在扩充军备 我也不得不这么做 虽然整体看起来这其实是很荒谬 而最终大多只是图立了军火商 在自然界中也可以看到军备竞赛 及红皇后效应 自然界中的生物也都全力奔跑 却相对的都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捕食者间的生存竞赛 会出现共同演化现象 不管捕食或被捕食者 多么认真的向有力的方向演化 他们之间的优劣关系 只会原地踏步 不会改变 就像当新一代猎豹 追逐羚羊的速度变得更快时 只有逃命速度够快的羚羊 会存留下来继续繁衍 后来新一代羚羊奔跑速度也加快了 以及猎豹与羚羊之间的优劣关系 最终回到旧状 企业也有红星皇后效应 企业为了在竞争关系中生存 就必须要努力学习改善自己 当成功时代表该企业 在竞争关系中占了优势 其他企业为了生存 也只好积极地改善自己 好跟上或是超越优势者 当他们成功时 又会再度触发 具于劣势的企业学习的动机 形成一个循环 最终的结果是 每个参与竞赛的企业 竞争力都越来越强 但是他们之间的优劣关系 并未改变 还是维持在远点 对于我们的生活 也一样陷入了军备竞赛 就好像很多家长 会把自己的小孩 送往高级私立幼稚园 为了就是相信 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 某个家长看到隔壁阿花 也去高级私立幼稚园 哇 输人不输政 也把自己的阿明送进去一样 啊 为什么要送 就是不能输给其他人 最终下来 这样图力的军火商 也就会是私立幼稚园 而更多的幼稚园 更会开心地继续宣传这句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 继续让更多家长 陷入军备竞赛中 对于阿明 阿花 阿翔 等送孩子去私立幼稚园的家长来说 虽然每个投资 每个进步 就其本身看可能是有益的 但对于所有行为者的总得分是零 甚至是负分 如何退出呢 尽力寻找一个 没有军备竞赛的活动领域 或是尽力找一个立机 让你不用玩军备竞赛 讲白话 就是找到竞争较少领域 或是以不同优势为立机做发展 目前YouTube也可能 慢慢会出现这样的军备竞赛 有许多人越勤奋日更 更多人也会更积极地去日更 不断陷入抢夺注意力的大赛 越来越多人不断陷入军备竞赛 也有可能因此拉高他的订阅 或是可以得到更多流量与money 当然对各位来说也是有利有弊 更有利的是有更多元的内容可以吸收 必也是让这些东西大量的控制你 或是消耗你的时间 注意力可说是现代最稀缺的资源了 务必时常洞悉局面 当你预期自己又将陷入军备竞赛时 赶紧退出吧 你肯定无法在其中获得美好的人生 最后就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讲的主题 第一能力圈 别再执着于你不擅长的事 或是抱怨自己的能力不足 如果你笨手笨脚 那就别去学跳舞 如果你小孩连你画的东西 是牛是马都分不清楚 还是别做艺术家的梦吧 事实上你在多少领域达到平均 或是平均以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至少在某件事上的表现 远远高于平均甚至是顶尖 若是如此你就具备了打造美好人生的游历条件 专注在自己的优势 认清自己的优势在哪 能力圈的边缘在哪 是极为重要的 在学习上跨出舒适圈 在做决策上待在能力圈内 一项卓越可以抵千项不足 你的能力圈内所投资的每个小时 将比在能力圈外所投资的每个小时 具有高出千倍的价值 第二军备竞赛 试着摆脱军备竞赛那种扭曲的动能 一个不留神就会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漩涡 如果其他人一直疯狂发文 你也得这么做才能在IG、FB保有一席之地 否则你会担心沦为社群边缘人 越来越多朋友跑去打针、整形 你也陷入了被迫让自己也需要挨个几刀才行的情况 越多公司同事加班到很晚 你好像也非得跟着玩个一小时半小时 才不会显得你没事做 这种例子放出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你会发现每件事情都可能是有益的 所以你很难发觉你陷入了 请偶尔提醒自己摆脱现状 用更高的角度看待事情 切勿沦为这种疯狂举动的牺牲品 军备竞赛是一条产生的锁链 你最好摆脱与它的连结 唯有人们不掉进军备竞赛 才能找到美好人生 99鞋也有分享这本书 其他不同的主题内容 喜欢的人也可以点资讯卡上去 看看他的说出内容哟 最后我们要感谢有些book们 订阅我们PERSPEAT的计划 让我们可以继续更新我们的说出 非常感谢 最后要问book们的问题是 刚刚讲的主题有什么现实中的例子呢 快分享让我们知道 让你生活更聪明 你今天 遇了吗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还没按赞订阅的 赶快按赞订阅 随时追踪我们的动态 还没按铃铛的赶快按铃铛 你最棒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